請起立 走開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平安 今天這隻褲是在說什麼 我本來都在說台灣歷史 但是,我們這是高級版 高級版要教材,要來用不一樣 所以說,今天要來講這個 國家的政策和興盟 我們以後,國會發到國家的代官 無關說,我要做一個小小的局長 還是處長,還是科長 跟國家的興盟有什麼關聯 各位 這個指導的電腦有本一分 四十七種蒙國的徵兆 這個不是我嚇的 這是韓非子嚇的 這是兩三千年前 人嚇起來 嚇到今天 目前,你高級下去打 也有他的重點在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事情 很多東西 為心 心理作用 心理 心來不知道在想什麼 來講去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怎麼沒辦法看 怎麼沒辦法看 沒有啦,他看一看 我沒有這張圖 沒關係,我們怎麼說 我有一張圖 嘴君 心理因素 我們再來講 心理因素 你要將館 你要拿到這件事 你要用人 心理因素 要去考慮到 我用一個例 黃埔軍校 嘴君 國民黨軍 去黃埔軍校 跟共產黨軍 兩軍 不管是 共產黨軍 國民黨軍 都是中國軍 有八天就七十幾歲 那就是奇怪 我們到處 到處 這次來 我們去不一樣的路 我就去查 黃埔軍校是怎麼來的 誰出錢的 我跟你說 索連 索連在一九一七年 列寧結冰成功 再兩年之後 他覺得說 這個共產主義 這個社會主義 是 真好的一種東西 要把它全容去全世界 全世界 大家都要來信 這個共產黨才對 所以 成立一個 叫做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 也有派來中國 那時候 我們中國調查 看到索隆山 還有三民主義 索隆山說 三民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 這幾個 有聽到嗎 這個 年紀比較大的 教科書都有 新的我可能不知道 三民主義就是 就是共產主義 這幾個 在我的想法 那時候怎麼這樣說 我現在知道 索隆要拿錢 要來幫助中國 要怎麼幫助呢 因為 滿清政府被推翻了 被誰推翻 如果是說孫隆山的 就是中毒了 孫隆山 武昌起義 人家在芝加哥 不知道在卡拉OK還是說什麼 再看一看 所以跟他就沒有關聯 憲民的成功是因為 袁世凱 軍事政變 就跟萬清政府 沒手前 請下去 你下去 我李玉妮 給你奉帝台語 但是你不需要將館 他要將館 袁世凱一將館之後 就選 我們 我們都說 這個叫做什麼 孫隆山在南京成立 臨時國民大會 那也是碰峰的 選臨時大總統 那是怎麼 你那不代表性 那選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說來北京開會 大家就去北京 選出第一任總統誰人 袁世凱嘛 所以袁世凱應該是 中華民國的國父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拜不到人嘛 等一下頭上空空呢 拜到那裡 那時候 笑話好像拜不到人 你就 搞不清楚嘛 那如果 創侯的師兄 幫你教一百遍 並且謹例 但是 我們 我有義務 跟大家 喚醒 你過去想說孫隆山是國父 怎麼 共產黨那邊 沒有承認你是國父 沒有嘛 他不可能嘛 所以 這個國父這個名 是 是 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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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要承他做 國父呢 是他 跟黃埔軍校有關 那個 那個 袁世凱 做總統之後 哎 他還是國比較大起來 要來做皇帝 所以 紅線稱帝 他就做皇帝 做八十幾天就 就跳去 跳去後 各地 軍閥 就獨立起來 好 我山東省 我自己一個 我官我自己 我插插你中央 廣東省也成立 這也成立 對 全中國成立二十幾個政官 豪雄打來打去 中國大大內亂 這個時候 所有人看說 可以支持孫隆山 全 拿錢 黃埔街的所在 建立黃埔軍校 那叫做陸軍官校 正式的名字叫陸軍官校 這個陸軍官校 這個陸軍官校 有嗎 叫一下 陸軍軍官學校 這個孫隆山 這個讀平 這個人 這張太久了 這時候比較散 他怕第二次 這是開幕的第一天 蘇聯拿錢 拿武器給你 拿錢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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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派蘇聯的 他會教官來教他 他 這樣會正行 這隻黃埔軍校的軍隊 就是歐洲軍 我們在陸軍 知道嗎 中國 原地他不 他就太久了 所以 十七世紀 火蘭人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說我們兩個火蘭兵 就可以 打敗你們五十個中國兵 二比五十 怎麼差那麼多 我們想說 差10% 你比較大 我 自己剪也沒關係 你是我的 二十五倍高大 你說要怎麼剪 變成小螞蟻 都沒有剪 所以 我現在說這個禮 就是說 黃埔軍校成立 要有一個人去做 校長 孫陽山 北軍校的人 很少 就說 以前有一個人去 日本在水買 他叫那個 那個叫金貝舊 金貝舊就去 回來就做總統 我做校長 那副校長 你有叫這個 教務長 教務長 就是周恩來 所以 黃埔軍校的成立 就是有 共產黨 有國民黨 在生日的時候 所以現在他就 他站在這裡 他站在這裡 就後面一次 那生日之後 然後 沒有幾個小孩 就開始北伐 他在北伐的時候 剛好 其他的軍隊 從廣東北伐 去南京 一路 免修剪 都贏 怎麼會有 那種事 因為你是 因為你是 蘇聯兵 你的武器 是我的 十八 去用 我要怎麼給你 你如果來 我就逗洪 你如果來 我就逗洪 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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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現在 野心擴大 我就說 心理問題 野心擴大 東北 張作霖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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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棟 青棟就是说 他里面有共産党嘛 共産党都台台式 我们就独大 这是国共内战的重要理由 你不要叫国共内战是 无因无所 就是亿心 这个人有亿心 就产生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 这个时候在说这些事情 就是说要注意 我们头发里面 放的东西 都是一些本数 我现在在说 你如果有怀疑不对 拿手来问 如果没有 你就回家再去调查一下 看这个说法 有对吗?有政客吗? 不然国共内战 就是这样 再来 这个汉民中 国力的衰退的原因 西方世界 这个国力 在这个 1557年 1517年 英后17年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一个 这个 主教 这个主教的时候 他感觉 这个老妈帝国 购责 购责 责责责 什么叫责责责呢? 他说你们人都有财 你的财 要是把它收起 你拿10万块 身材责责 我给你资责 10万块的十罪券 你把它放下 或是把它收起 以后 你贴这个 等你死了 10万块的财 就给你消败 所以你就 你比较快 你如果交一百万 要反应 给你消败 一百万的财 罪恶 这叫做责责 马丁路德 跟我说 这骗钱的 结果这部 这部台湾人 回来了 这部台湾人 就在收金钱 不知道要收什么人 不知道要骗什么人 你知道要骗什么人 骗鬼 不知道要骗什么人 我看一个 骗帖子 骗在帖子 骗着一间 阳楼 我就不相信 这是习俗 但是这个习俗 没想聪明 以前 罗媽帝国 也是一样 他们有赏金钱 他们叫做赎罪券 那是拿十八個錢來放在外落地 那這是錢去找一個操作 操作什麼,帶一塊金布 那這就是錢喔 這不知道會騙誰 政經文明就騙貴了 但是西方世界英國一千年 因為有馬丁路德帶來後 他們的思想就改變了 他們會說 地球感變的 地球一定是贏的 所以不知道有個人部發現新大陸頂頂 有精度維度 有工業革命 有文藝復興 有種種的東西 思想開破 每人思想開破的時候,這個社會的進步 所以第二進步 從英國一千年開始就進步 就是早上到四五百年開始進步 這是歐洲為什麼現在有法度通冷度全世界的原因 包括美國 就是他們打破傳統 傳統的約束 打破 我們很多東西讓傳統約束 我想說修金做的事情也是傳統的素薄 現在叫骨也是不好的事 人家死去就死去 你再去插一遍 我的時代還會搖出來 還會搖出來 還會搖到骨頭 沒有叫起來 還會搖 改造 這怎麼講都講不通 再來 東方世界的快點 還有一個很大的快點 過去 在春秋建國就是在 為什麼秦始皇會有法度通一六國 所以秦始皇怎麼那麼厲害 他的厲害原因 就是他突破傳統 歐洲法家的思想 我們秦始皇要說法家是什麼屬性 這個屬性 你們在你們辦公的地方的時候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東方世界還有 這個到漢武武帝的時候 錯百家獨尊儒術 他說穿的都不好 只有空主這最好 拿空主出來 空主有好嗎 空主也不錯 但是 大家都去投空主的 並做完蛋了 他還有一個科舉制度 中間有一個科舉制度 你要投四十五金 你才可以升官發財 每一個頭都四十五金的時候 水道水要從哪裡來 從旁邊搖一槍 怎麼沒有水 這種事情就會發生 沒有頭殼 想說這樣 買一個水龍頭 就有水來 會走來 中國兵來跟台灣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頭殼去 去受到傳統的凝固 這個凝固沒有辦法頭殼 還實行了一千多年 這一千多年 我們叫做原地踏步 人西方世界已經發現 有槍了 哇 在中國有大刀 刀跟槍還要剪 剪給刺激太好看 我們大刀不怕槍 結果 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 是隆重運兩萬人 開到天津 派兩千的人去到北京 北京的皇帝 走到禮後下 走到熱和 兩千的人就打到亂七八糟 所以這個國立法草 這就是受到儒教的影響 來 來 郭伯瓦就控制了 在中國有淪亂過一次 這一次就是蒙古人來 蒙古人 蒙古人 佔到中國後 分罪最高級的蒙古人 而社牧人 社牧人 就是說 這個髮酒的色不一樣 他不是說頭髮的色不一樣 是說髮酒的色不一樣 而漢人 是說金筒字下的 漢族、漢女真、契丹、渤海、高麗等族 所以現在漢人 跟男人 男人就是漢族 男人就是男蠻 漢人都是蠻族人 所以這個金筒字的漢人 現在演變成為 就是現在客家人的由來 客家人是金人的後代 就是南北宋對抗的時候 援軍這次 所以這個客家人 遷移到全世界各地 全中國各地 台灣人說漢族是在商朝的時候 商朝的官話是漢族 我們說的就是台灣漢族 因為租屋來漸去 移居海外 海外是哪裡呢 長江以南叫做海外 長江以南的地方都是海外 所以今天有七個性 在中午有七個性在說 佛羅威 江蘇、江西、浙江、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島 不是說整個性都在說佛羅威 是這個性裡面有哪一個區 哪一個區、哪一個區 哪一個區在說佛羅威 同樣 這就是 先說的 民間的經驗 本座十頂 一官二立 最官的就是一官 二立 二立就是做政府的官員 三針、四道、五公、六農、七一、八唱 唱是什麼 禁語 九乳 特空乳的字 是第九等 十階 做七階 所以說 這個中國就說 臭老酒 就是說 這個特子人 打到那些細枝 去讓師匠碎碎去 所以叫做臭老酒 這個蒙古人 東西都已經發見了 我們現在把臭老酒 來捧上天 所以師匠去讓他收視 在台灣 萬一人來關台灣 萬一人不來台灣 他叫漢林來關台灣 所以漢林要怎麼關台灣呢 他就說 製造分類 製造 內部糾紛 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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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有一個 頭像 就是敏克鬥 因為語言不一樣 民 民 是福建委 客家 民客鬥 第二種就是 張全鬥 最多人的 是張豬人 接著全豬人 還沒救 你們就去照台 張全鬥 第三是 族姓鬥 新臨的跟新王的 內臺 族姓鬥 啊 屬姓鬥 還有一個 很趣的 客客鬥 客家人跟客家人 也不需要讓你們大的 你們要去鬥 職業的團體互鬥 大家進來進去 你這個民族的團結 這就是 萬興統治台灣的方法 再來 就是 三年的臨期 你臨期只有三年 派來台灣 不要讓你顧 顧起來之後 你就會那個 你就會那個 愛台灣 愛台灣後 就會翻清 不要讓你翻清 三年一任 三年乾兩年 末 依然兩年末 都會末 六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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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乾兩年末 所以來台灣 專做一些事情 外國、貪污 所有萬興的官員 代表我們 再三年 不准西卷 你不能把母親帶來台灣 所以來台灣 都是擔心的達伯 也不能移民來台灣 所以 他們來台灣的人 都是這個 叫做 中國沒辦法生存 較快的 走來台灣 走來台灣 走去西台巡 西台巡 就是 在七八的人 八九的人 這樣 在西台巡 就來台灣了 來台灣 經過黑水溝的時候 這黑水溝 是 太平洋的一個 潮流 它是由南向北走 從南向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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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灣的時候 就分了兩邊 台灣的右邊 跟台灣的左邊 左邊這邊 叫做黑水溝 所以 這個村來到這個地方 有一句俗語 十七六四三樓一回頭 十個經過黑水溝 六個四個黑水溝 四個到台灣之後 三樓一回頭 還有一個說 我現在也不在台灣 再回去 所以來台灣的人 都是 羅漢堡 羅漢堡 賺這個機會 慢慢要娶母 要娶什麼母 剛才讀到這個 比母祖是母系社會 男人最大 男人是家庭的主宅 所以 主案 主案 跟這個 跟這個 男人叫做酒 但是酒 酒 不酒 欸 新帥的小孩 要叫什麼 就沒有死 不然是他 老公的死 這個故事來用 就是這樣 我們聽到這句話 庭上有庭公 庭下什麼公 庭公 庭公 大家都知道 母庭公 怎麼會母庭公 母系社會 現在很聰明 大家都知道 因為母系社會 老母是家庭 家庭的孤孤弟弟 這個大尉 不是老公 老公要靠在旁邊 對吧 這就是 庭下母 庭上母公 對啦 這樣 所以 這是滿洲人種下 太 種下的原因 現在 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 起家 就是這個 洪秀玄 他看這就是一分之 叫勸勢良言 這分之其實就是聖經的一部分 所以他 來相信基督教 相信基督教 他自稱天地 他叫牙縮孤孤 他做弟弟 他也是先弟 要做就做得更大 勢力馬上龐大起來 萬全政府軟七八糟 啊 就 一本五一年 成立 太平天國 啊 啊 軍隊跑路 啊 真好 建都南京 改成天津啊 啊 啊 經濟上 公有共享政策 收入 就 放在 聖苦 啊 這個北京走一個 北京走一個 這個就是洪秀玄 可能 看給他的 那個圖片的人很少啦 洪秀玄 啊但是 他們喔 在這條 詮釋了 這要注意 內訓 大家要爭權 奪利 已經會在大圍了 還要再進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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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太平天國拜 這拜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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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壓心啦 詳細的內容 不用說啦 其中 英國 有派人 來太平天國 這是在另外一部分之下 來調查太平天國 你這個基督教的 還是我 要支持你 還是要反對你 來看太平天國 看他這個 哇 把他壓縮叫這個 孤孤的 這喔 這亂來 所以 沒有支持 太平天國 正常去支持 那個 那個 清軍啦 所以 萬青就打贏了 我們說這些 的事情 就是說 要在你一個國家 這家旗的 成功的案例 就是利用法家 春秋時代 王國 軍權為重心 啊 他的學說 譯稱霸道 空字是 講溫和的 但是法家是講霸道 喔 強調喔 他說人性惡 說人的心喔 是惡的 我們現在的 想法是 人性本善 但是他說 不是 人性惡 他說的理由 我現在這樣 他說 強調用法治制度來 約束丞相 勝過一時的人治 我用法律 給你整頓話好 比你人去管 比較好 就是說你要用法條 運用法條 法律 去處理 所以 軍人應該用法術士 做這個國家的政策 這個 過度遵守 就歸 不正是 因實質疑的 變法重要性 只會讓組織 逐漸走向 昌老 回王 這就是 說喔 你只能說 以前怎麼做 我們就照樣做 這樣做 這不行 你要說 因為現在 時代變化到什麼 我們就要 對時代的變化來變化 比如說 現在的社會 電腦那樣發達 你還要用手 你就 對時代的 對嗎 要變化 這個變化 這個變化 秦國 用國商鞅的 政策 所以秦國 轉強起來 秦孝公的時候 轉強起來 這是商鞅 這個圖像是 後來 預測的 月 商鞅是 生於 390BC BC BC BC的意思是什麼 before Christ 就是 亞蘇出新以前 三百九十年 到亞蘇出新以前 三百三十八年 大概四個 大概多少 幾個 三十八個 五十八個 對啦 這個商鞅 是 他是 魏央 是魏國的公子 所以 又成為魏央 啊 他 做魏國宰相 公俗座的加成 就是在公俗座裡面 做加成 公俗座打臉 打臉 啊 魏王就來看 魏王來看 說 你要用 商鞅做你的 展示 啊 這個 魏王 海陶 他說 沒有 沒有 你如果沒有 他做財商 你就給他 他不知道說好 沒有好 怎麼走 這 國王就走 啊 這個 魏 這個 公俗座 公俗座 他把這件事 把國王的報告 跟魏央說 說 我叫國王 採用 你做展示 啊 如果沒有採用 你做展示 就把他抬起 我告訴你 你看看你要怎麼處理 啊 魏央說 他如果沒有採用 我做 展示 他也不會把我抬起 因為他快快落落 我們衛國 在那裡 生活 所以這魏央的判斷力 超過 一半人 不會說 我這樣說一下 他們老闆這樣說一下 他就開始選 不用選 這個就是 這就是 他跟這個 魏國 魏國的事情 啊 要去 商鞅去秦國 見到秦孝公 秦孝公說 秦孝公說得 很興奮 沒在聽 第二次 說王道 也秦孝公不喜歡 第三次說霸道 哇 秦孝公聽了一個很開心 他在搖延 驚一天過來說 啊 三路兩個說 開天火天火天火大天 開夜 都不線 齁 所以重用商鞅 這商鞅 他用個霸道 齁 不是王道 齁 但是 貫囑 齁 他这个国家共起来之后 要像秦孝公世纪 秦孝公世纪的时候 这个魏央因为得罪很多秦国的帰族 本来那些帰族,这大家都要注意听 我们也得罪很多人 这些人还总管之后 改策略,处与策略即行 什么叫策略呢? 我只有一张图 只有一张图,两张图,三张图 应该有五张图,才对 这张图,策略犯人未央 这就是未央 策略是什么? 对,五马分尸 就是一张图一张图肉 一只肉捕,一手、ами,膝, ​​ 鞋,鞋,老角 做一个五路走 就是我们的身体改造,裂开了 但是这些律师的功夫有两种 有一种是外人给你策略 一种就是人已经处理 人四个后再给你策略 这两种 外人就是买手机后策略 所以做法家 有法家的困难点 你治理国家很好 但是你得罪当权派的人 譬如贵族 他如果没有掌权就好 如果掌权就像阿兵 要让它滚 现在说法家还有一个人叫韩非子 韩非子也很用 他翻对儒家的理 类他认为接下来就不好 他说维护贵族特权的理 自视落后的不公平 好像说维护某一群人的利益 是不对的 这些过去的人 台湾现在整个都是这样 维护某些某些人 某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 这是不对的 反对理智 法律有什么作用 法律的作用就是 定分子针 什么叫定分子针呢 有这些拖子滚在走 那老板就滚了 没人去滚 滚到的人会 但是采权里面有一个摹拖子 整百价拖子没人去滚 是什么意思 因为 在路上跑到这些小兔子 没主人 他不见到别人 在采权里在摹拖子 那些是有主人 你沒什麼去拿 你就去尾 你如果去唱 你就唱 你就犯罪 就是說 法律的作用就是在吃 法律第二個作用就是 心功俱報 就是說 鼓勵人 立戰功 心功 要來出這個健健的勝利 俱報 再來 耗力誤害的人性說 就是 人生有好惡 故民可自言 人生有好惡 有好有派 所以人可以獨立 這就是法家的基本理論 就是說 人性本惡 但是 他也在怕什麼東西 你就要利用法律 把它鎖掉 主要就是 不罰股 不群金 以前人家說怎麼做 我現在也要這樣做 不一定對 不群金 最近我改什麼法律 怎麼做 應該是很好 你要做最好的 對 就是 實疑而自不易則亂 時間經過 你在地理 不去改變 會產生變動 會亂 他說 守株待兔 這是愚蠢之人 他把守舊為儒家 諷刺為守株待兔 什麼叫守株待兔 這隻拖子 一個作禅人在作禅 看這隻拖子 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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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拖子 很好 現在做成人不在做了 大家在那 大家在那種手在旁邊等 我們第二隻拖子來弄 還有第二隻的來弄 沒有了嘛 這叫守株待兔 他說儒家 儒家 儒家就是 就是這種人 守株待兔 愚蠢之人 法家說儒家是 守株待兔 啊 他們用法術士結合治國方略 商鞅勝到生不害 很多人 來維護 他們用這個 來維護國家 生不害 生不害 這些 我們條件事 沒什麼說啦 現在是法家 法家跟現在的社會的區別就是 那個時候 君主集權 絕對的 現在是說 要用民選等等等等 不一樣 現在說到主要的人 韓飛子 韓飛子 他這個法家的理論 作出書本來 這個韓國 不受重視 因為他有口吃 就是講話結結巴巴 口吃 口吃的時候 沒關係 他就消吃了 那下次 韓國 不受重視了 電動去給秦國看到 他來到秦國 秦國就重用他 韓飛子 重用韓飛子 他本來是要罰寒 罰造 但是他把秦國說 先罰造 再後再罰寒 他的對手 理師 忌妒 韓飛子的才能 禁禁言 所以韓飛子要去服毒自殺 所以 我們總結來說 就是說 不騎修骨 不法常渴 示意則示意 示意則被變 事情沒有一層不變 都要變 以前做好的事情 現在要考慮 好不好 他說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聖人要指 四方來效 各種的理論 我們的講義電腦都有在下 你要做什麼 做法 法不阿貴 就是說 你如果實行這個法律的時候 你幾種 你就不給處分 這樣不對 行不必大成 行過不必大成 你如果要刑法 這是 哪個大神的兒子 不要受刑 這不行 賞善不宜皮膚 你 如果要想想 想想的時候 他雖然不是做什麼大關 小小的官員 小小的地方人員 你也就要去刑 這就是 主要是韓飛子的理論 我們剛才有說 守株待兔 悔及記憶就是說 一個人打鼻 叫醫生來 他就不說 不說他哪裡打鼻 第二邊 第三邊 要去自己死去 悔及記憶 你如果有打鼻 你就要跟醫生說 醫生就跟你處理 憑你自己處理 更加進步 啊 爛魚蔥樹就是說 這裡有一張道 這死的人 都在噴 啊 中間這個 沒在噴 這爛魚 蔥樹 有 頭前有死的人在噴就好了 我這隻 我也不能噴 我擺一個樣子 這樣就好了 這叫爛魚蔥樹 啊 老馬仕途是什麼 有一張建政 有一堆人 一堆軍隊 在沙漠中 迷失方向 不知道要走哪裡 走來走去走不走不走 走不走後 然後 他們買去想一個方法 就叫 找四五隻賣 這些賣是老賣 啊 看見 買買走去哪裡 啊 大家再買走 沒有人去支揮賣 就讓賣來搶人 啊 走走走 離開沙漠 這叫做 老馬仕途啦 所以說 你要尊敬每一個人 每一個動物 他 都有辦法做你的指點的地方 你知道嗎 這個經濟 政治社會跟經濟轉變 一向來維持國家的秩序的理 已經行不通啊 齁 所以 法家思想齁 全白了 我還記得說 台灣在二 禮拜 在一九四五年齁 八月十五到 日本全部導航到十個日後 這個時候齁 都沒有人來維持治安 但是台灣的治安 那個時候最好 沒有 有效 那不是那個日本的 В131大地震的時候齁 大海嘸齁 沒有人去支揮711 沒有人去洩貨公司的 大家都拜堆齁 他就要死去,在拜堆 台湾人那時候就有情形 那時候,都被人贏在那裡 還有,沒關係,還有管仲、職產 這些都是法家的代表性的人物 這是他們的道 還有禮禮,禮禮,聖不害,商鞅 聖到韓非子 這些都是法家的人 禮師,禮師這些我們沒說到 禮師是這個荀子的門下 大弟子 來秦始皇爺 廢除封建 封建,什麼叫封建 就是說,你有做到一個 什麼事情 你是國王的弟弟 給你奉一個好地方給你 你是什麼秦城 給你奉一個什麼地方給你 可以讓你吃 一千戶,兩千戶 這個廢除 這個廢除 廢除這個 確定均限制 所以這是法家理論 全面實現的推行者 理師 這是理師後來畫像 所以 總結就是說 秦始皇用法家的思想 統一了全中國 法家的思想 法家的思想 到武法都統一全中國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秘書長有說 王國邊行 我感覺這個 應該很好 邊行 先打樓 先痛 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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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個人 不改過相三 我才奇怪 怕死 打樓 就不怕樓 就在面前前 打樓 不是說 你這個 你這個犯罪 要抓去監獄 裡面 我那時候看電視 就說 電視裡面 你還可以吃到什麼 美酒 香菸 好菜 甚至 你要吃 母粉也拿到 你要知道樓 要知道怎麼包 你連什麼都有 所以秦始皇 王國法家思想 統一了全中國 秦國內最用 就是因為利用法 法家 統一了全中國 還有 還有 漢武帝獨尊儒術 錯百家 儒家 見取得勢 漢武帝怎麼愛 錯百家 獨尊儒術 因為儒家有一句話講 君君臣臣父父子 你對待 驚對待老伯的這個孝道 有如 臣子 對 君王的盡忠 這句話有沒有缺點 哪里缺點 余中是缺點 余中是缺點 這是之一 更大的缺點是 你只有一個老伯而已 你對老伯的盡孝 是只有一個 這樣 君王 他可以三十歲 可以四十歲 可以五十歲 也可以三歲 你對三歲的盡什麼中 你就盡錯了 所以羅馬帝的帝國 東羅馬帝國這個王朝 兩千年久 中國三千年的歷史 換個二十五個條帶 每一個條帶 百多二十多 什麼道理 東羅馬帝國規定 成年男子代 可以做王位 不可以說 我老伯就是做王 我現在三個 我也要做王 才沒有那種事情 所以人可以 東羅馬帝國兩千年的歷史 中國 百多年就用驗討一遍 現在說政治方面 商鞅變法 政治方面 廢除舊的制度 建立中央集權的制度 制定二十級爵位制度 就是說人家自己奔罪二十劫 怎麼奔罪 爵位 爵位 你有這個爵位 你就有什麼田產 有什麼收入 丁丁 嚴懲失鬥 實行 實行限制 廢除分封制 制定連作法 連作法就是說 你犯罪 這個政頭 有一個人犯罪 這幾個政頭大家都有受到連作 就說 多少都要受到觸犯 這個連作法就是說 買手商鞅 要走路 知道說 這些新的權貴 容不了他的時候 他要走路 要去奔罪 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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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份證給我看 他說我沒有身份證 他說沒有身份證 我就不能收容你 因為商鞅制定的法律 就是說 你如果犯什麼罪 就等於我也犯那個罪 我受容你 所以商鞅做法自弊 經濟 經濟方面 廢除景填制 以前說景填制度不算多賺 但是實質上景填制度就是說 這產 情裡面 兩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共有九個區域 中間那個區 叫做共有財產 第一區到第三區 第四區 第五區 第五區是共有財產 其他的人 大家來跟蹤中央的財產 中央的財產 收入貴中央 你自己的財產 歸你自己 結果這個制度施行 才會產生什麼 就是中央的那些財產 誰要去做 你也做自己的 自己的做得多認真 他覺得這個景填制度不好 廢景填 重農 異商 重農 農業重要 我們現在台灣 把農業看到一個 臂面 吃壞 統一度量痕 統一度量痕 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台灣一六二十五年 讓人來检後 我們台灣人出去外面做生理 那時候是在 這個 讓人在一個地方叫做台灣 台灣 台原 原林的原 台灣 那個地方 做一個公秤處 就是說 你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那些 蹭 親子 手 都要警戒 幫你回家 你怎麼可以去外面做生理 這個公秤處 所以我們台灣用 一軍十六年 一軍十六年跟中國用不一樣 為什麼 這是火藍制度 揣一下 但是十六年 有 感到 我們現在 在電腦裡面 十六乘十六 二五六 二五六 二五六有什麼意思 二五六就是 我們 十六成十六 做顏色 二五六色 以前 流行二五六 二五六 二五六 現在有幾個 在選 所以 沒有 也是用十六金位 來在選 你如果去菜市場買菜 一軍十兩 一軍幾個 他頭上 回到水 就告訴你 這多少錢 對 怎麼那麼厲害 十六金位 有他的好處 OK 這 但是中國 秦始皇統一 他具體規定 一項 有兩個兒子 到小姐 立父年齡 大概二十歲 你如果不 要去分居 我就給你收付口稅加倍 啊 金子 父子 兄弟 同事 居住 啊現在 講一下 廖別仔的下場 廖別仔喔 臨嵩文在起義的時候 南部 屏東兄 有一個叫做 許廷藥 出資招募 倫仔店 嚴酒 中酒 館林內 北施桃 鎮仔油 這些都在屏東 海豐富君的村莊 略的莊民齁 齁 啊來 拍 莊大田喔 鄉台田 很久了 鄉台田是返青 是跟這個 林嵩文道頂的 啊 頭前這個 這個莊大田是 在為了台灣人 來拍萬青的 啊現在後面 另外一群台灣人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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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樣 拍萬青 就已經吃了 吃了 後面還在那裡 靠 齁 一轉喔 不要拍頭前了 四頭外 就拍後面 齁 啊拍後面 啊這個 要拍後面 就要去拍他們的爭頭 齁 這叫做六堆啦齁 的爭頭 啊拍爭頭的時候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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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六堆 六堆的人喔 欸 聽得到就走一個 就叫萬青政府 拜託 你喔 比較快來拍 拍這個 反青的人 啊萬青 沒在拍他 啊所以六堆的居民喔 那種屠殺 齁 齁 齁 這個故事很出名 啊 離 謀公克基六庄基地啦齁 齁 萬青政府喔 置之不理啦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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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青喔 這個益君喔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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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要弃这个翻车的人,还是弃万车的人 弃自己的地方,不知心恨谁 所以说到台湾要团结 有一批客家人提出一个见解 新客家人理论 新客家人的理论就是认同台湾,洋气做客心态 你在台湾出身,你就是台湾人 不要说我是客人来这里住 你不是客人,你是主人 你若是主人,你就会爱好一股肚子 这种心态 他说客家人的原相就在台湾 台湾就是你的房子 你不用说家企怎么样 还有一个说,我们就死丹,我们就死丹 中国生的,都为中国来的 这林玛丽,这玛介医师说,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血统,百分之八十五是败不足的 我对这个感觉有点怀疑 那不是这么高 但是,我们知道说,天有提供,台湾有股股 你用这个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 都是知道,还是在那样习行 你就是跟比不足绝对有很高的混血 还有,同时,只有大部分人愿意渡过欧洲 大部分人就不来 所以,台湾民族和中国民族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客家人也原相在台湾 当客家人不再流浪的客家 把台湾当作永远的家 才是客家人首要课题 所以,客家人要自己想说,我就是自己的主人 这样就对了 现在说,另外一个料白,郑之龙详青 郑之龙详青的时候 他头一个放弃异守南宫的线下 线下官 万青的长官 郑国说 他客三省总督之印以代之 你如果来导航,我郑国三省的总督 他如果要给你 就是郑国三省的总督 要来骗他 但是,当时 郑之龙要导航的时候 有叫郑先生说 我们到底来导航 郑先生说 怎么有老婆到小孩 背叛自己的国家 所以郑先生说不要去 这有五百名 贴身卫士 这是郑郑 这郑郑为何来 这不是非洲的郑郑 是南苗的郑郑 我们说郑印度 郑印度跟非洲的郑郑的郑上 不一样 澳洲也是郑郑 印尼也有郑郑 那些郑和非洲的郑不一样 郑之龙去到郑郑的时候 快就薄落 跟薄落 到底 折见为盟 就是依照 这些情 跟压制 我们来减败 那些情跟压制 是减败的动作 这是在塞外 这些满洲人的习俗 汉人就不说压制 我们差学为盟 这些不一样 就是折见为盟 以前说哪会起兵 翻车呢 有很多点理由 这个 他住的地方是 福建全州的安兵 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安兵 台南对 哪会叫安兵 就是以前说 这就是安兵 所以给他古代的名 这个因为郑之龙头青 清朝军队买一次安平城 安平城的首将 买他这次 不买他这次 头节不买他这次嘛 他说你怎么可以买他这次 你先看看 你先再看看 你先想看看 你先看 你看年 solve 在享受 就是我们万千的人 你是同胞 我们大家都是同胞 结果同胞当作敌包 来抬 翁氏被祖 翁氏被祖 翁氏是什么 翁氏就是在成功的老母 日本人田川氏 田川氏那时候 能够出国 从日本来转救 人家说 本性兵的这次 他说怎么走 没走 结果 他们老母 被强奸 被强奸 然后 他就自散 翁氏就是田川氏的自散 自散之后 这个田川氏说 老母世纪 那怎么可以 凡如福 他本来是一个特资人 改川金庄 那时候 起义的时候 旁边只有十八人 要带他走 十八人开始 那时候23个 1646年 田川氏说 这个以前台湾 是叫东宁王国 我以前是叫东宁王国 以前是叫东宁王国 有一句 以前的鲤鱼 他说 呱吱吱吱吱 大堵看來氣 大堵就是台灣看來氣 來氣溫柱 就是台灣有欠雜貌 溫柱無可能有問題 不免斷練習得這麼好 這是東西流行的執修 之前說要去世紀 39月世紀 世紀原因 有人说他得到了瘧疾病 第二,政经乱伦 政经乱伦是什么意思 他来台湾一年多 为中国 为卫民报了一个好消息 说你做厄公 我儿子怎么那么厉害 这个孩子要想,三百年婚 这个孩子的老母 孩子的老婆 孩子的阿嬷 都总想 事官都想 想一想的结果 就知道 那是一个女婦的死 就是第一次说的第四的母 所以乱伦 够一年多的薪衰 所以 还有 因为第一次都投轻了 轻到当够十七年之后 发现就 这些人都没用 总统有一个亲爱的理由 做一群促势 这个太太的 十一的人跟他胎死 所以说作为廖别人的下场 你两边不讨好 但是你可以沾到最后一个半 最后一个半 最后一个半 最后一定是跟一个政亲 郑志龙的同样 还有永利帝 即太子在昆明被杀 现在 说得真 我们就说 这个政敌的方面 这个 在台湾 设立鸿门天地会 鸿门天地会 不是外省帮派 是台湾的帮派 流去国外 这点 我们来证明 鸿门天地会是福清 白莲教是福清灭阳 鸿门天地会是推翻满清 这是陈永华 丹英华 丹英华是一个人 在成功的军事 来台湾 他在想说 奇怪 鸿门是我们的 不够有我们的1%的人 来通知中国268年 汉林是什么大家都做台湾 奇怪 为什么汉林那么呆到268年 这么久 所以陈敬南 陈永华 他就想出一个方法 他说大冠都可以用钱买 买钱出去 他就帮家来我这边 钱出去 帮家来我这边 现在买 我什么人买买 都是八世没法打算买 所以由八世开始来处理 所以这是鸿门天地会起源 又名因为子天为父 子弟为母 所以又叫做天地会 陈永华用陈敬南之名来传播 所以这个很多小说都说陈敬南 这个鸿门到底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他们用个手势 用个手势 用个地点 那时候的地点没职务 地点 这地后怎么放法 你怎么抓法 就知道 知道你是红门的人 还有那时候抓死 小手 小手也传递一个讯息给你 我来压一下 我压一下你这样把鸿门照我这方案 我传递一个信息给你 有没有有一个不一样的吗 你把鸿门照我这方案 你把鸿门照我这方案 我妈妈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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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吗 你怎么可以转到后面的人 按一下 我碰过 你碰过 那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鸿门 鸿门 鸿门天地味 这叫三把半箱 这叫三把半箱 外面的人看不见 但是我说我是鸿门的人 那两个都这样 哦我们是兄弟 那是鸿门叫 鸿门叫啊 鸿门叫啊 鸿门现在 鸿门现在 现在也同样 我现在 今天是来说差症 这布症 布症你一个地骨在那里 一倍在那里 一倍在那里 外面 这叫做木咬的症 是这个鸿门 跟试探用 啊你如果知道的 你就把外面这个背 拿来来对 哦 拿来对 那你就要说什么 你就破症 就是说将外茶移入盘中 再 蓬起来 烧枪 啊你就要说 木鸿门来是 潜昏 鸿门啦 疑似鸿门 一点红啦 尽管 鸿门来库文 不要把红鸿门认 那我拜这样 那你就知道我是红门的人 那你还可以拿起来 也大得不得了 那我再说一个 双龙增郁症 一碗水一碗茶 啊 这一碗水 清晰的水 那一碗茶 啊 那你就要怎么做呢 你就要把这个清水泡上去 它说泼了清水泛红茶 泼了清水泛红茶 把那个清 红清 哦 你休息一宅 啊 泛红茶 到处大卫市 红家 知情任我 来去喝,相逢不用说饮料 这是这个鸿门的状态 我在夏之 有这个 一本日据时期的 威大的台湾人 台湾人哪里在威大 没人说台湾人威大 我在说台湾人做威大 我用这个表来说 台湾在一百九五年 立军这次 中国东北一九三年 差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台湾人口三百万 东北的中国人 三千八百万 这是我们的十二倍 我们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他有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 是我们的三十六倍 他派来台湾 用七千六百名兵 加上海军 全部的海军 七万六千 七万六千名兵 派去中国的两万名 来台湾到台南 用六个月的时间 才到台南 台南怎么结束 你来 因为阿婆人 阿婆是谁人 黑局今天的统帅 叫做刘永福 刘永福没有要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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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安兵港 要传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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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逛一张 这个叫阿婆浪港 对阿婆浪港 对阿婆浪港 就是台湾人在笑的 当时有些人 就像阿婆浪港 就浪了,冬要浪一下 六个月,但是六个月刷入要有很多建筑 中国当伯,三个月而已 这这样来算起来,这十二倍,这土地三十六倍 冬要是一比零点二五,时间又是用一,用零点五 这样加起来,要两百十六年 那日本兵没有增加的时候 台湾人住在中国当伯 日本兵没有增加的经验 要两百十六年一代,我就打入中国当伯三圣 所以你说台湾人有偉大吗? 对吧? 我们为偉大的台湾人打个胖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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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台湾人的冰改善 都抓去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去作战 要把台湾这些水军拿去陆地上作战 拿去西部的沙漠地来作战 还是不死不归啦 你没死不用回来啦 不死不归 你回来都死的啦 死而后归嘛 有亚克萨就是黑龙江以北 亚克萨和厄鲁特战役 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还要快说 这是这个战役发生的地点在这里 这是发生的战役的地点在这里 把台湾兵搬去沙漠地带作战 不死不归 都要给你死 他把优良的水师派自西北沙漠地带 正式的父子的这个遗迹全部摧毁 所以台湾哦 我去参加那个电视中心会 没有一个说我是电视公的后台 因为他的后台 统统自己参加到中国 有台湾没台湾我是不知道啊 但是没要让你留在台湾 所以台湾四点 有台湾的 跟电视上说 比较没关联啦 不可以说都没关联 比较没关联啦 我现在时间到了 这是重点的重点 要跟他们讲一下 我们本欧各位讲义 有四十七种 梦国的征兆 第一点 还人主之国小而加大 权倾而沉重者可亡也 这是冠文 第二天 他说国家弱小 臣子重于君主 四大于君主可能灭亡 这是我反映的 你说哪一个国家小 他全子 臣子全重 金小刀 马英雄较有关 四大于君可能灭亡 不然你要有联想力 你要说你现在做一个局长 你下手大于你 你就想到这条 所以这个 我再創一条来看 减法禁而物谋律 方方内 方方内而 四交原则可亡也 他说不重视法规 只在意计谋 不理正视 只找外缘可能灭亡 不重视法规 六三三好像 交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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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自谋 不理正视 只找外缘 可能灭亡 这 回去 仔细研究 这四十七条 跟你做人的道理 有很重要的关系 好 我们今天说好吃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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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